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 不滿意資方的偏間安排 多次向資方表達改善偏間 增加薪金、改善薪酬等訴求 原本疑定在今個星期三 在國泰城內舉行公眾集會 不過有消息指集會將會取消 工會又公佈將會在今個星期四年28 發起案將工作運動 要求員工不要接受公司的要求 在放假的日子工作或加班 亦要確保身體沒有任何問題 才上班執勤 國泰航空回應時說 保證航班服務將會繼續運作如常 有信心機艙服務員同事 會保持專業、緊守工作崗位 又說一直與機艙服務員直接溝通 會繼續聆聽他們的意見 並且積極回應